啊~~ 我現在啦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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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奧運會場上出現了令人生氣的畫面 也就是剛剛各位看到的 一名女子拿著台灣地圖的標語 上面寫著台灣加油 結果連奧運會方都還沒有阻止 卻被場中的一名小粉紅暴力給奪走 而現場的工作人員也將其轟出觀眾席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小粉紅 在拿走這個台灣標語之前啊 他在場上是揮舞著五星紅旗的 有沒有非常搞笑 你說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但是啊 今天只要出現什麼呢? 河南加油、武漢加油、東北加油 沒有任何一個小粉紅會破防 過去把什麼東北加油、武漢加油的標語給撕毀 對吧? 甚至你們還會跟著一起喊 對!武漢加油! 所以可見小粉紅心中有台獨 對吧? 你也是認為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部分 所以你要撕掉 你一定要強調中國台灣 但你卻不會強調中國武漢 而我們還可以看到啊 在這個事件之前 還有一名台灣人舉著台灣的毛巾 結果被現場的保安給搶走了 而這名保安跟帶走小粉紅的保安竟然是同一名啊 所以我就在想啊 那名保全為什麼只沒收台灣的毛巾 而沒有沒收台灣加油的綠色標語呢? 我們通過回放可以看見 這名保安 他當時正在用無線電詢問其他場上的同事 或是可能懂漢字的人吧 問這個綠色板子上寫的是不是合規定呢? 而在等待的這個過程中啊 先被小粉紅給搶走了 如果不符合規定 也只能由現場工作人員拿走 輪不到你 而奧會的規定 現場是不准攜帶俄國 以及台灣等國旗進場 而現場有一名美國的大叔 直接拿著青天白日蠻地紅的小旗 進場揮舞 後面發現啊沒有人阻止他 直接來個大國旗 現場的保全看到之後 準備過去沒收 美國大叔距離力爭的跟保全爭辯 最後保安離開現場並沒有沒收 那退彎部來說 許多人會認為當初正名運動 若是通過了 現在這些阻礙肯定會少一些 即便我們在會場上依然不能拿著中華民國的國旗 但起碼我們在英文的名稱上面可以叫做台灣 而不是Chinese Taipei 對吧? 但如果要論中華民國憲法來說是的話呢 中華台北的意思 那就是代表中華民國台北市 對吧?不然你有其他選擇嗎? 那台北市它是屬於直轄市對吧? 所以直轄市與台灣互不隸屬 是喔你們去憲法看是喔 所以如果你們一直強調憲法的話 你們在海外不能說自己是台灣對吧? 你們一定要說你來自Republic of China 台北 Republic of China 桃園 Republic of China 高雄 千萬不要講台灣 那這是國民黨一直強調的憲法憲法憲法 你竟然秉持著憲法精神 而國民黨現場造勢或是印製的衣服 也是台灣的字眼多於中華民國 什麼我要幫全台灣人民爭取幸福 全台灣是不包含六都的欸 所以證明了 台灣的定義是可以隨著政治立場去做變動的對吧? 那雖然歷史不容假設 但我們可以掌握到中共的習性以及歷史特徵 可以發現即便台灣當時的東奧正民運動 甚至更早年的蔣家時代 同意了使用福爾摩殺隊或者是台灣隊參賽的話呢 中共後續肯定會做出更多的反對措施 結論就是只要你的名稱令他不滿意 他就可以動用關係去改變你的名稱 這也是為什麼中共寧願把資金花在非洲兄弟 太平洋島國南美洲國家身上 甚至令他們無息償還不用償還貸款的原因對吧? 小粉你們有沒有發現一個現象 只要有民主人政府他就會利用關係 政府他就會用錢用福利去讓你投票給他 所以中共他才弄了一堆錢去其他這些非洲邦交 南美洲邦交給他們人民去給他們政府福利 因為他們給了錢給了福利 他們就會在這個投票中支持中國 所以小粉你知道民主的好處了齁 為什麼你們沒有這些福利? 因為你們沒有選票 沒有選票的人我討好你幹嘛? 那我們可以發現1964年68年 我們就是以台灣的名譽去參賽 但是當時的時空背景 我們可以發現不僅國民政府是非常反對的 多數的台灣人當年也是接受了 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的教育對吧? 其實也沒有很多人是支持以台灣的名譽去參賽 但我們可以見到當時的中共並未加入聯合國 所以即便台灣當時的64年68年甚至72年是以台灣的名譽參賽 非常有可能在72年以後再度被改名 如果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並沒有因為中共的介入而改名的話 那也有可能在2001年中共加入了世貿組織與全世界交好 並且開始經濟增速的年代會發生 這個時候的中國不僅在世界上的印象是非常良好的 其實你們可以透過一些當年2000年到2015年之前的好萊塢電影也好 或是歐洲電影也好 都有參加大量的中國元素 而且對中國都是秉持著正面印象的對吧? 而這個契機就有可能再度發生台灣的改名危機 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台灣人就不需要努力去證明了 因為這是兩件事情 我們怎麼看待我們自己的?跟外面的人怎麼看待我們自己的對吧? 我們都知道東奧證明的時候 反對派拿著運動員可能會失去的這個生涯、危機 來綁架民眾情緒、來綁架民眾共情 即便證明運動在我們國內通過了 而奧會並沒有通過 這也沒有關係 因為這會釋放給國際一種訊號 那就是我們台灣民間非常努力的想證明 只是奧會沒有過 但國內法通過了 在這個國際觀感上與討論度上 就會有不一樣的輿論效果 如果當台灣人給國際釋放 是我們就是這樣隨遇而安 我們就是不敢做出任何的變革 我們就是守舊保守 我們就是因為會怎麼樣所以怎麼樣 我們就是很害怕這個強大的中國 那別人為什麼還要過多的花心力去幫你爭取人權 幫你討論這些議題呢? 而中國媒體游泳隊奪金之後接受了中國媒體採訪 中國選手提到了他遇到歐美澳洲的選手 對他的態度都是非常的不屑一顧 都非常的看不起咱們中國人 對我打招呼都視而不見 不問不問 所以咱們中國人要自力自強 拿冠軍證明自己打臉那些高傲的歐美人 讓世界看見中國的偉大復興對吧? 結果這瞬間又激起了小粉紅的激血 但是有非常多的網友發現了一些漏網畫面喔 明明中國的選手跟澳洲的選手 有說有笑還碰手打招呼 哪來的不問不問?哪來的看不起中國人? 可見這個中國的選手是怎麼懂的 利用自己的金牌奧運來炒作民族情緒 這對他有什麼好處呢? 他未來在中國國內可以更順利的接手運動代言 而繼續擴大民族情緒 讓他賺得盆滿勃滿 還有一幕中國的乒乓球賽逆轉奪冠 一堆小粉紅在家跪拜電視機裡面的中國選手 這搞笑呢? 奇怪了我不見你們為了受苦受難的中國同胞跪拜 像是今天在中國的四川高速公路又攤方了 五人失蹤半個月前的陝西高速公路垮掉 三十八人掛了二十四人失蹤 你們跪拜電視機了嗎? 中儲糧至今代牌處理食用油危機 直屬國家單位的國務院沒有製程 而這家國家企業並沒有國賠給 各位不曉得吃了這樣幾年的煤礦油的民眾 當然也不確定到底有哪些人買了 但你每家每戶發放幾千塊國賠你做不到? 當然我們不能說賠錢就沒這件事情 但你起碼要做出一些相對應的補償措施 沒有 你們對這個也不會去跪拜自己的死安危機 所以有些人真的是配得上自己的苦難 說到苦難 前幾天我有做一支影片是關於河南小縣城 有一位勇士 跑去天橋上放橫幅與事前錄製的語音 大喊著打倒習近平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的口號 你家央視可是連報道都不敢報道 連公開批判他是個反動分子都不敢 你說這是新聞自由嗎? 而昨天網路上大量流出來他的聲明影片 馬上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畫面吧 大家好,我叫方宇蓉 是個參與過白紙運動的年輕人 去年夏天我在Tiny Girl讓你發表支持民主的言論 而被國安部盯上 自此,國安部開始對我進行採無人道的腦控迫害 我現在發這個視頻是為了證明 我已經不害怕他們了 暴政必然可怕 但權威壓不垮人心 習近平再怎麼迫害我們 也阻止不了民主的思想 一次又一次的在中國人的心中生根發芽 長江之水不會倒流 我希望中國人能早日擺脫專制 過上更好的生活 做完這件事後 我可能會被精神病 也可能會死在監獄裡 但是,我不會後悔 而他事前把自己拍這個聲明影片 發給海外的友人 並且告知友人 如果這幾天內 我沒有聯繫你 我沒有消息了 那你就把我的影片發給世人看看吧 我問一下舔空的台灣人 請問這位中國人 跟你一樣覺得自己是中國人的中國人 請問他做的事情 是不是跟你在台灣做的事情一模一樣 抗議之家政府要求上位者下台 我們不管上位者在個人心中是好是壞 但我們有沒有這個抗議的權利呢? 這可是你們天天在對台灣政府做的訴求喔 有任何區別嗎? 沒有區別 區別在於對象不同而已 那為什麼你們批判獨裁的台灣政府沒有抓你 而我天天還看到你在網路上噴 而這名中國人 卻做了你一樣的事情 卻被你認為的很民主很自由的中國政府抓了 看看委內瑞拉 現在越來越多軍人與警察 穿著制服 甚至帶著槍 站在人民前面大頭陣 帶領人民一起抗議 連19年的香港都做不到了 雖然當時很多港警也是脫下制服 與民眾站在一起 我看到了很多影片 心中也蠻有感觸的 但是中共可以從深圳 可以從廣州 調來那些會講粵語的公安 偽裝成港警 一樣說著廣東話去制服你們 而也越來越多中國移民的後代到香港誕生 那這些人他們可能也會憧憬 那他們對於港獨 或是對於香港人這樣的這個 爭取民主自由的權利 非常的鄙視 他們當然會站在香港政府與中國政府那邊 對吧? 所以我只能說啊 在獨裁體制下 沒有槍桿子 真的無法達到民眾的訴求 所以才有那一句 沒有報名 只有報證 因為你有了報證 你有了槍桿子 才會有更激烈的報名 你們實力本來就不對等嘛 那我要怎麼達到這個實力對等 那我只能 越來越暴力 跟你的槍桿子平衡 但是 畢竟人家有槍 你的怎麼暴力都打不到那個平衡對吧 所以小粉紅說民主亂民主亂 對 我們是亂 我們每四年爆發一次社會矛盾 亂 但是極權國家你們可以維持出表面個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的表面是會安定的 但是你社會壓力與矛盾 沒有辦法得到釋放 一次來的時候就是最嚴重的內戰 史上是以千人是以萬人為單位去計算的 我相信讀過中國歷史的你 各位應該都知道齁 我就問嘛 小粉紅對生理養你的父母 對自己的另外一半 都會有非常多的不同意見與其矛盾 那你卻對一個素不相識的國家主席 遠在天邊的主席 畏畏諾諾 一切聽黨領導 一切順從順應 你覺得有任何道理嗎 所以可見你們怕的只是槍桿子 今天影片到這裡就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 下次見了 Bye